HELLO 大家好,我是刺虎 歡迎收看今天的遊戲閒聊 想必各位有在關注遊戲資訊的玩家 都已經知道Switch將會有新主機發售了 如果你是已經有Switch的玩家 這台全新的Switch主機 對你來說有購買的必要嗎? 如果你是還沒有買主機的玩家 在新世代的主機中 又該怎麼選擇適合自己的呢? 今天的影片不只會分享新主機的消息與想法 也會分享一點主機的購買建議喔 任天堂發表新消息總是如此的突如其來 不過其實認真說起來 這次的新主機對任天堂來說 不算是一個真的很重大的發表 應該說我想對於多數的玩家來說 這個消息的影響也不會太大 我們就先來看看這次新主機的資訊 這次所謂的新主機並沒有新的名稱 應該說它算是原本Switch的改版 官方的中文標示為LED款式 主要修改的就是螢幕的部分 這次的螢幕大小從原本的6.2英吋 放大為7英吋的大小 但是整體的主機大小並沒有改變 它是利用窄邊框的設計 去放大了螢幕的大小 除此之外這次還有幾個改動 第一個是內部的儲存空間 從原版只有32G的大小 提升到64G的容量大小 第二個是聲音輸出的喇叭部分 游標是使用更好的喇叭 讓聲音品質變得更好聽 第三個是主機本體的部分 背後原本放在桌上的支架 真的用到很怕它會斷掉 這次在背後的支架上做了大幅度的調整 整個背面的下半部分都可以用來當成支架使用 並且有支援多個角度 讓桌上模式的可能性變得更高 另外注意看的話會發現 主機本體的按鍵外觀上有做調整 原本圓形的電源鍵 改為大一點的橢圓形 音量鍵中間的鍵格也取消了 變成只有一條線來區分大小聲 讓暗的面積變大了 另外在風口的旁邊 多了一個亮度感應器的裝置 我不確定這個是按鈕還是單純的感應而已 如果是感應器 或許新版的Switch 在自動的調節亮度上會有更好的表現 如果是按鈕 那也就表示我們可以透過按鍵 快速的修改亮度 兩個都會是不錯的改動 最後的改動是在桌上盒的部分 這次的桌上盒在外觀上 調整了出現孔的形狀 透過半圓形的模式 讓出現變得更加自然 不會每次開關都很難用 另外在外接孔洞上 這次還新增了可以直接使用網路線的孔 讓玩家不需要再去買額外的轉接設備 這點也終於讓玩家等到了 所以重點來了 這次的內部性能有沒有做出調整呢? 畫面的表現有沒有做出調整呢? 官方給出的數據 在掌機模式的狀況下跟原本一樣 最高只有支援到720p的解析度 而在電視輸出下 也跟原本一樣最高只有支援到1080p的解析度 而根據目前網路上看到任天堂發言人跟外媒的說法 有提到並沒有做出CPU、GPU等等的規格改動 也因此性能上並沒有差別 實際上它就是一台做了一點優化之後的原版Switch 價格上貴了一點台幣大約10480元 跟原本的9780元差了700台幣 老實說這700台幣還要指望規格提升 我自己是沒有期待啦 在宣布消息之前 很多人都很期待會不會有性能的加強版本 但實際上依照任天堂過去推出的歷史來看 在NDS或是3DS時期 都有推出過放大畫面性能不變的改版 以這樣來看這次的改版 其實還蠻理所當然的 這不過就是任天堂一貫的作風而已 這次新增了白色的版本 也讓玩家多了一個選擇 然而實際上未來會不會有新版本的主機推出 這個問題我覺得各位不用太擔心 未來絕對會有新主機 不論是新版本或是新世代 都一定會發生其中一個 但是時間多久而已 這句話相當於是一句廢話 實際上如果提升了效能 如果推出了新世代 以短時間的市場來看 任天堂要承擔的風險 遠比好好的把目前的主機做好的風險還要大 雖然Switch的銷售量確實有下降 但是如果推出性能強化的主機 原本推出的遊戲就需要另外做出優化 廠商願不願意做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那如果推出只有強化版才能夠玩的遊戲 以目前Switch全球銷售量突破8000萬台來看 新主機就算馬上賣個1000萬台好了 新發售的遊戲啊 能夠買的人數依然大幅度的下降 又有多少廠商願意這樣做呢 所以推出本身或許沒有問題 但要怎麼樣讓它普及 這會是任天堂的一大煩惱 加上近期全球的產能上不來 看著隔壁的PS5 依然還在想辦法提高市占率 不是玩家不滿是它沒有貨 這同樣也導致真的能夠PS5獨佔的遊戲非常少 畢竟遊戲公司還是要賺錢啊 如果你是近期剛買Switch的玩家 其實也不用覺得難過 我們來看看新主機的購買契機 再來回頭看看你有沒有需求 首先在電視模式下 最大的差別就是多了網路線 但我想現在多數人幾乎都是用無線網路比較多 畢竟家裡的網路線位置是固定的 所以在電視模式下 新主機帶給玩家的新鮮感可以說是沒有 頂多就是多了32G的容量 但是說真的會買數位版的玩家 我想都已經習慣會買記憶卡了 以我自己來說 我就買了512G的記憶卡再使用了 這個新增的32G對我的幫助其實不算太大 那如果是掌機跟桌上遊玩為主的玩家 確實會有比較大的影響喔 螢幕放大這點就讓遊玩的體驗舒服了不少 背後的支架也讓我們不需要另外準備支架 喇叭的改善這些全部都是針對不是接電視的改動 也就是說它可以有更好的桌上模式體驗 但是因為這次改版的緣故 整體的重量也變得比原本的還要重 對於真的一直拿在手上玩的玩家來說 我會覺得沒有到很好 畢竟原本的Switch我拿來當成掌機都會覺得有點累了 以這樣來看喔 我會覺得這次的強化最多的是它為桌上模式的使用 假設你是一個真的很少拿來當桌上模式的玩家 多數都是用來接螢幕玩的 其實我真的會覺得沒有更換主機的必要性 身為一個創作者很常被問到的問題是我會不會買 這台主機我自己會想要買 我的理由也不是因為工作因素 而是我想要試試看內建的網路穩定度 這個對於長時間有在玩即時反應的連線遊戲的玩家來說 會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 除此之外我自己在疫情之前 最常使用的模式是電視模式嘛 而外出的時候我都是使用桌上模式在玩 跟朋友約吃飯什麼的都可以在吃飽之後放在桌上玩個一下 而新的支架新的角度對我來說就很有吸引力 這就是我自己購買的理由啦 到時候不會第一時間 拍一個沒有內容的開箱影片給大家看 會在使用過後分享一點我的想法 所以很急著想要看的我就沒有辦法了喔 各位如果有想要買的玩家 還是建議先想清楚自己的使用習慣 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來做出最後的決定 我們玩的終究是遊戲 而不是在玩遊戲機 雖然很多人玩的是買遊戲買遊戲機的遊戲 但這個遊戲有點花錢 在Switch推出新改版的這個時間點 PS5與Xbox Series X也都正在熱銷當中 其實近期很常會遇到有人在問 關於選購主機的問題 現在所謂的新版本主機也出來了 那麼到底要怎麼去選擇一台主機呢? 如果買不到新主機又該怎麼選擇呢? 依照目前全球的產能來看 PS5跟Xbox Series X 目前一樣是有貨就賣光 新版的Switch到時候台灣貨的數量啊 我想應該真的會很少啦 所以要挑選的時候 能不能夠買到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 我們在玩的還是遊戲本身 平台只是媒介 也就是說要看好自己想要玩的遊戲 三大廠商都有專屬於自己的遊戲 假設你選定了Switch 那多半你會喜歡任天堂的本家遊戲 那麼以目前來看 如果真的買不到新版本的Switch 或許這個時間點真的可以稍微等一等 等等看新機推出之後 會不會有一些原本的版本的促銷活動 或是會不會有一些 剛買沒有多久的二手機要出售 即使買不到新機 依然可以用比較低的價格玩到想要玩的遊戲 把重點依然擺在遊戲上面 不過我也不確定到時候會不會有促銷活動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趕快玩到 我想直接買啊 我不會阻止你 我只是分析我自己的想法而已 而如果你是想要買PS系列的主機 這就表示你可能會喜歡戰神 最終幻想期等等的遊戲 實際上確實有一些遊戲 目前只有PS5可以玩 但多數的遊戲PS4都可以玩到 只是需要比較長的讀取時間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找找便宜的PS4來當個過渡 等到PS5的產能正常了 獨佔的遊戲也真的變多了 到時候再來考慮也是不錯的選擇 至少以我的狀況來說 我還沒有找到買PS5的理由 PS4堪用 最後多數人都不會想要考慮買的XBOX 如果是以前我的影片 我會直接跳掉這個環節 但就在我自己後來研究過後 買下了XBOX Series X之後 我才發現有幾個可以考慮買的理由 第一個是你想要省錢玩遊戲 第二個是你喜歡一直換遊戲玩 第三個是你喜歡換遊戲不用一直等開頭 這些都是XBOX Series X能夠做到的 本身目前金會員的轉換 讓你可以用不到5000台幣的價格 買下三年的XBOX Gamepad U的資格 三年之內都有300款以上的遊戲可以玩 並且還會持續有新遊戲加入 老遊戲離開 在換遊戲的切換上 資源快速切換 不用每次換遊戲都要等一次開頭畫面 非常實用 遊戲本身日常的遊戲確實比較少 所以把重點放在遊戲上的話 由於種類太多 大家可以打開他們的網站 看看他們包含了哪些遊戲 但以買不到的狀況之下 這也是唯一一個我沒有想到替代方案的主機 所以買不到的就真的只能等了 我自己不會回頭買他們原本的主機 功能的方便性上對我來說差太多了 Switch新版本的主機推出 對各位的遊戲生活影響確實不會太大 能夠玩的遊戲不會改變 電視輸出的體驗也不會改變 對我來說或許只是讓我能夠多發一部影片而已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打算要買新版本的主機 想要買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歡迎留言分享 那還在選主機的玩家 又會想要選哪一個平台的呢? 也歡迎留言分享你的原因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我會再分享一下 你在家中午了我覺得 有時候在這個右邊